发生意外的时候有救援人员即时缓救 必定有助于将伤亡减到最低 在中环金钟道89号对开 礼拜一中午就有一部警察私家车 失控撞向交通灯之后 刚好有消防车途径 见到情况之后立即落车救人 将昏迷在车厂里面的司机救出 并且进行深爱押急救 司机稍后送往律敦寺医院抢救 现场所见 交通灯被撞歪 车头损毁 车厂里面有警察常用的封锁带 隐形交通意外 金钟道往彎仔方向 近历保中心的带线一度封闭